第五题关于保温瓶何者正确 A保温瓶只能保温而不能保冰 这个是错的 老师上课讲过 如果能够隔绝热量进出 那么热的东西就可以保温 冰的东西就可以保冰 选项A是错的 B真空夹成是为了因应热胀冷缩 这个是错的 抽真空就没有物质 就不会有传导也不会有对流 所以老师上课讲过 抽真空的目的是为了要防止 因为传导跟对流来散热的关系 选项B是错的 C瓶盖为塑胶材质 主要是为防止热因传导而散失 这个是对的 老师上课说过 保温瓶用一些不易导热的材质 就是为了要能够减少 因为传导而产生的散热的结果 选项出内壁镀瓶是为了增加热的辐射 而保温是错的 我们是为了要镀瓶比较光滑比较亮 能够把辐射热弹回来散回来反射回来 让它不太会因辐射关系而散热的关 而散热 所以呢选项注视错的 因此第五题问我们说 关于保温瓶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C 瓶盖为塑胶材质 主要是为防止热因传导而散失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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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co